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3月21日,欢迎大家收看今天响应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全民开讲节目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佩云 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源自于18世纪南非政府的种族歧视行为 当初他们明文限制黑人进入都会区 政府也颁布一项通行政法 要求黑人要携带一种徽章才能通行 而且要有主人愿意雇用他们才能留在当地 而那些要进入劳动区的黑人 则需要一张特别通行证 才能在劳动区内逗留3天 这样的规定大幅的限制了黑人的迁徙自由和就业自由 因此这些期间 都会地区的黑人无法自由进出城市 行动严重受到限制 到后来政府更利用通行政法 扩大施行种族隔离 甚至更进一步成了南非政府骚扰和居留异议人士的一种手段 歧视是因为偏见产生而来的行为 歧视一般会发生在两个利益冲突的群体之间 歧视者由于担忧自己的利益 地位权力或文化被威胁或挑战 而对歧视的对方进行散播或丑化 重伤等言论或行为 歧视的行为其实是歧视者以莫须有的理由 来让持续不合理、不合法、不公平或不正义的现象与事情 为的就是要达到目的 以维护自己的长久利益 这样的情景其实就是被迫害长达25年 太极门案的写照 究竟太极门师徒是怎么被台湾违法官员长期歧视迫害 长达25年呢 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影片 民国85年 在政治整肃的氛围下 宗教扫黑、黑寒四起 太极门无端受害 最后经历了10年3个月 在96年刑事三审法院判决 确定太极门无诈欺、无漏税、无违反税捐激针法 还给太极门清白 我从她眼神里面看到一丝闪过一丝的阴影 以我们办案的直截 就是说认为她应该有养效回这个事 一个检察官用你的眼神就可以判断 是不是要起诉你的话 那我们台湾就永无宁日 我研究了太极门给大器责 for close to two years 我给文了一样写一讲 剧的一条条件 佛台近平 我不认为我没有迷失重的 对太极门来说 任何况 работ在这条件 我所见到太极门内 它不要有 Eddy正確 判了一个人物 在一个社会的主持人 the mere statement of that would cause individuals and should cause individuals to question the sanity of the prosecutor and in any court of law such an absurd allegation would be thrown out I think that a 20-year ordeal is a violation of 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and to delay justice for 20 years and to still not have it as we're sitting here today is in my mind a denial of justice and the thing that perplexes and and even disturbs me is the fact that that justice has been denied and delayed by just a few individuals it is appalling to me that those few individuals could hijack an entire government 太吉門案呢不是税務案子也不是司法案子因為根本就是整數案子政治整數 在這個太吉門的事件當中它是一個典型的228 太吉門案呢它呢就是一個完完全全反映出台灣那個司法的造謠境 同時也代表一個稅務的造謠境 我們還是要強調就是太吉門的的確確的不是很期待 這對於太吉門在這個全民的這個體育還有這個家庭的共同啊 這個教育方面的貢獻我們可以肯定 地址呢的一個禁私禮那麼依照所得稅法的規定 還有我們遺產正義稅法的規定 是一個免稅的一個所得 更何況是刑案呢都已經確定了 繳稅的人就是應該是正義人而不是受正人 太吉門這個事件的一審判決那時候 宗旨只有一個就是人性尊元 宗的宗教自由跟信仰自由跟思想自由 那我覺得那個稅法這一塊呢也應該要重視這個 譬如說那個判決裡面一二三審我們都認定了這個是正義性質 那就不應該把它解釋成補習班 這件案子呢是完全就是因為他認為這是禁私的 這是一種正義 經過我們法院三審的定驗以後 我們詳細的論述 起訴書哪裡不可採 稅監單位如果以這個起訴書來作為科稅的根據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你們可以到監察院的網站去看看 我有七點的糾正 每一個糾正的時候國稅局就說 啊 我們弄錯了 我在一百年的時候 我就跟財政部長講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結案了 他沒有把它當作自己的事情 反正那個獎金我拿了 然後呢 要扣稅也是扣你們的 經過這個我們的這個司法體系的刑事的審查 都已經確認出這個相關的這個金錢的這個部分 是屬於禁私禮 是屬於正義而不是守得 就沒有所謂的守得稅的問題 經過法院刑事案件裁判確定所認定的事實 行政機關沒有理由不加以引用作為它的這個整個決定的基礎 既然是有問題的判決 行政執行署就不應該去執行它 那他們為什麼要執行它呢 就是講情的問題 明明知道不應該執行的一種 明明知道不應該課稅的一個錯誤的判決 居然一意孤行的 而且強行的逼迫 在做一種拍慢 這樣一個行為 老實講 是觸犯刑法獨自罪啊 明知不應徵收而徵收啊 這是129條刑法第129條第一項之罪 太極門的這種冤屈 十年前就該解決的 為什麼會拖到現在還沒有解決 因為你們這是第一種 最大的非法課稅 非法課稅 行政處分就是撤回注銷 剛檢察官 將黑白起訴 大家發現了 沒辦法 沒辦法啊 代表什麼 代表當初是 我們這裡所有 檢察官所提供的稅務資料 是騙人的嘛 都是假的嘛 太極門在民國五十五年到七十九年都沒有稅的問題 八十六年到現在也沒有稅的問題 為什麼獨獨針對八十年到八十五年這六個年度要課稅 十七十五年到八千十五年到四十五回府 《德祖新聞》 走二十七年到七五到七十年到八十九年總之 神幾年中國 深足 女士不清 不清 這樣不就算吧 是 然後她就說 她說 啊 這個不慘 不慘 然後女兒怎麼樣 她說 我們就這樣了 這就是 要說 誒 那不成 怪我 本來人哪找個事 她的成績是 怎麼會死 你是說她早起去 只是做做樣子而已 就是 你不管做什麼 反正她寫她的字 配可失調錯嗎 她要死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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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們 台積們這樁冤錯假案 歷年來更獲得來自國會 超過三百位立委們 慷慨誠詞 發出正義之聲 我要藉這個機會 呼籲我們的政府 更應該來鼓勵 這一個文化的傳承 這是文化不能斷 文化一斷 根就斷 所以我們民族 的脈絡不能斷 所以我想 太極門 能夠做這樣子 一個事情 是文化傳承上面 是功德一見 太極門的案子 其實非常清楚嘛 在91年監察院的 調查報告出來之後 就希望法務部懲處了嘛 但是不錯啊 官官相護 91年 監察院 調查侯寬仁檢察官 偵辦太極門的一個缺失 八大罪狀 白紙黑字 寫在這邊 監察院是要求你們 究責益處 像這樣一個公然違法的一個行為 你們法務部 還取義維護他 經歷過八十幾個法官的審查 結果太極門都贏了 國稅局呢 要去查封 透過我們法務部 行政執行署 要去查封人家的財產 就是因為 你檢察官的濫權起訴 刑事是過程不足的這個條件 那麼我們還依什麼法 沒有去更正撤銷 我們依什麼法 那你們就應該是要得 來做這個更正 要去辦理嗎 他們經過行政法院 經過監察院 經過書院會 那他們對他們都有利 都勝訴 我請問你 他們除了這三個單位以外 他們還要向水申訴 在彌補財政稅收 這樣子一個前提條件之下 難道我們正當司法的程序 我們正當的這個法令的依據 都可以擺開一邊嗎 今天基本上 看基本的事情 正義站在哪一邊 真理在哪一邊已經非常清楚了 因為這樣而去造成 這麼大的一個稅務的成分 跟社會的成分 也許我們真的在做一件 沒有太大意義的事情 司法既然給了我們清白 也給了我們這樣的判決 為什麼行政機關 還在違反司法的判決呢 我們要求這個行政機關 應該要依法行政 它依的就是判決的結果 在這個我們的刑案方面 我們的司法方面 我們已經是三審判決定驗 太極門勝訴 然後呢 這個國稅局方面 我們在行政法院的體系 也是上訴到最高行政法院 最終判決定驗 三審定驗也是太極門勝訴 在國稅局在財政部內部的 訴願委員會 太極門也是勝訴 監察院呢 也是說太極門是個冤案 我已經想不出 然後有在這個立法院 有這麼多的立法委員質詢 我已經想不出說 我們的這個國家的法治體系裡面 還有哪一條路可以走 我不知道是怎麼回事 我們國家的法治體系 是這樣設計的嗎 一個案子十幾年 沒有辦法去為人民來解決 我們的行政部門 必須去負權責 在於我們行政部門 得以做行政裁量權的時候 應當要以人民的租稅人權的保障 為最大的一個終止精神跟目標 只要太極門的案子沒有解決的話 根本註證就沒有人權了啦 假如根本有辦法拼還的話 那還有什麼人權可談啊 我們多次在這個立法院的裁委會 談到這個案件 真的是覺得匪夷所思啊 這個案件喔 算是遲來的爭議耶 趕快要讓他結案了啦 今天很多的委員齁 大家都來這邊關心齁 那我就要希望說 請那個財政部這邊齁 是不是藉由這樣的一個案例齁 不要因為一個特定的一個檢察官啊 因為一個人爛權 然後造成社會的不安 我知道說這些問題的確是 已經浪費了不少的國家的成本齁 講不好聽這個叫動搖5M你知道齁 動搖國本 請財政部在兩個月內 對於本事件 盡速做一結論 到底怎麼辦 到底你們要怎樣 不要再妥說啊 如果中期國際簽上來 簽上到財政部來 因為中期國際讓他一個局 承擔責任也不好啦 那簽上來好不好 好 我們就照著剛剛這個 這個次長的這樣的一個說辭 那我們就把這一個 這個中期局的這一個意見啊 那麼簽請財政部 就是撤銷的話 那麼這個就是撤回是吧 好 那我們就 由我們中期局正式簽到部裡面去 公聽會後財政部部長 在99年7月22號 用一個正式的簽程 回復給田丘警委員 也給了圖請哲辦公室 然後在30號也用函給周索遜委員 均明白表示說 他們已經請中區國稅局 依照稅限基增法第40條辦理 他們願意用稅限基增法第40條撤回 要求國稅局依法要撤銷違法 課稅的詳問 你們都不理 你們很大耶 法院不管 監察院不管 我們立法院也不管 你們最大 刑案判決經過十年七個月 一二三審都是無罪 而且判決書裡面 講明了白紙黑字之後 沒有詐欺沒有陶漏稅 也沒有違反稅捐基增法 我們的國稅局照樣開單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的稅務人權幾乎是蕩然無存的 苦苦糾纏一個 司法判決監察院最高行政法院 都說沒問題 都說沒問題 你們的稅單一再復活 我覺得其實法院都已經判了 監察院已經處理了 那國稅局不能夠用這樣的方式 小英總統司法改革很重要 但是稅制改革更重要 這個新政府剛剛接 剛剛接任事情 這個百費待舉千何萬趣的事情要處理 但是稅改一定是要 決定是要排到前面 應該列為轉型正義的一環 我們現在總統 告訴我們 不允許所有的人民 再一次的面對國家暴力 這個不僅要拍桌子 如果沒有處理好 我們就會來兵得 還有很多不分黨派 跨區域黨派的很多委員 都在關心這個案子 直到太極門的案子 才把這個賦稅人權不公的事情 給凸顯出來 所以我們其實要感謝太極門 但是從來沒有一件像這一件 我們太極門所收到的這一件 這麼樣的荒謬的 聲斗小民 他們的正義 他們的這個 這個合理的合法的訴求 經過法院認可的訴求 卻被踐踏在腳底 這是我們無法接受的 太極門事件啊 是由你起頭的 搞了18年還沒定案 是什麼道理啊 如果你國稅幾對 你財政部隊 怎麼會搞到18年還沒定案呢 那如果不對 那你應該趕快了結啊 還有一次啊 為了這個執行啊 你本身啊 還修改公文書 把那個 確定執行的日期 把它提早 先下手為強 出了公文 竟然可以 可以立刻把它塗掉 再改日期提早 我跟他上去執行 世界上有這種 稅務人員的這種 稅務機關嗎 政府對人民 搞18年沒有搞定 那你這個政府有問題啦 不是能力有問題 就是心態有問題嘛 一定的嘛 投降就不要硬拗啦 是不是 意思啊 就是國稅幾投降就好啦 你就是沒有道理 才會講這種情緒的話 對於太極門 已經殘送了許多年的這個 呃 磕稅的問題 我們覺得其實 今年的 107年的7月26日 最高行政法院 已經做了107判制第422號 這樣的一個判決已經清楚的 揭露了 原先 包括國稅局提供給各級的行政法院 他的一些錯誤的資訊 在最高法院的判決書裡面 已經載明了 太極門的弟子 所交給師父的 是這個 呃 鄭宇 那不是一個學費 太極門的這個租稅的這個抗爭事件 這個走了這麼久 我自己也參與過其中很多的段落 那當然也是到了該解決的時候 這個萬年稅單啊 已經搞了20幾年了 我在立法院開了好幾場公聽會 我相信 只要有那麼多人的聲音 有那麼多的正氣 集中在一起 我們一定可以 達到平反的目的 國稅局可以很快的 就用之前其他82年到85年的案例 來把81年的這個案件 呈上去讓他們的這個蘇部長 做一個撤銷 我認為他做得到 他也要有這樣的擔當 我在這裡誠摯的希望 蘇部長 你就自己把這個案件 自己把它做撤銷 自己扛起24年的責任 從80年到85年 這6年期間 已經有5年 都覺得是沒有問題的了 也沒有瞌睡 只有81年的產生問題 同樣的事情 為什麼會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那顯然就有一些的問題在裡頭 其中間 你在報告anovolution 甚至十分之一 2個前提 我認為 把區域屋 合作的 選擇 一起運動 自由勢 進行 敬忠敬孝 爱国家 爱社会的宗旨 激和同好 这里演习国术 发扬武德 对传承固有文化 树立良好社会的风气 贡献做出成果 令人敬佩 太极美是古老七公五四门派 殊途代代相传 就像一个温馨的大家庭 弟子民各个多精神饱满 身心健康 在弘掌门人的引导之下 除了修心养性之外 更秉持坚善天下的精神 激世助人 并透过国际文化交流 推展世界之爱 让爱与和平的理念 传遍全世界大宗 特别还要借此机会 再次代表政府 向大家致上最高的敬意 和感谢之意 感谢大家长久以来为国家 为社会所做的努力 给贡献 每一次看到太极门 就看到活力 看到温馨 看到爱 我们非常敬佩 宏道子博士 这一种憋一天闽人的情怀 也希望在全世界各地 太极门都能够秉持这一个原则 让台湾站出去 让世界走进来 太极门更在掌门人的带领之下 积极走向世界 为台湾做国民外交 提升台湾在国际上的能见度 未来我也希望 太极门在红掌门人带领之下 能够继续跟政府一起来打拼 发挥我们良善的影响力 让台湾不断的进步发展 让世界更看到台湾 司法判决已经还给太极门清白 国家也给了冤狱赔偿 监察院更认定这是人权迫害指标案例 国家元首、机关首长、立法委员 及中外学者专家 不只赞扬太极门对社会的贡献 更为太极门案发出正义之声 税券机关应立即撤销违法税单 终结冤案 还给人民清白与公道 政府的歧视 到底会对人民造成多大的伤害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部片子 谢谢主持人 大家好 我是荣云真 今天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 除了表彰妇女在各个领域的贡献外 其实也在提醒我们应该保障妇女的人权 我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职业妇女 我今天想就我的目前人生经历起伏中 一些深刻的经验与感受 来跟大家分享我的感想与心情 我是一位太极门弟子 二十多年前 当时因为刚结婚 自己白天上班 还有婆婆与精神异常的大伯要照顾 因为跟婆婆作息不同 她习惯晚睡晚起 我因为要上班 需要早睡早起 但身为媳妇的角色 为了陪伴婆婆 所以我晚上就陪她到旧寝室 我才去睡 加上婆婆失通听不见 婆媳妇动沟通不良 长期身心煎熬下 身体慢慢出现状况 于是在父母推荐下 进入太极门练功 很庆幸 就只为自己的身心健康找到补给站 让自己可以有方法 有效维持自己身心健康 能好好持家工作 扮演好我为人父为人母的角色 但是万万没想到 那一天 管区突然带着一群穿深色背心的调查局人员 来到我位于狱警的娘家 说要进行搜查 当时的我 虽然已嫁到台南 但我每天都要回狱警的娘家照相馆工作 突然有这么一大群人到店里大规模的搜索 不但客户观感不佳 邻居也议论纷纷 当时我刚紧打电话告诉我的先生 说我们家稍到搜索 想不趟他也告诉我 台南的家现在正在同步搜索中 我夫家平时白天只有婆婆一个人在家 当天婆婆看到许多穿着蓝色衣服的人 在门外徘徊心里很害怕 于是从门内江门返锁 即便管区教所将来也打不开 调查局人员既然打电话给我先生 要他请假回来开门 我先生说他年度的休假已经休晚了 无假可紧 调查局人员既然说他们可以出公文 让他请公假 我先生只好硬着头皮 将事情报夸给经理好请假 然而一回到家 法院书记官马上拿出搜索票 说是侯宽然检察官委托他们来搜索的 一看搜索票内载名的原因既是涉嫌诈欺 他一气之下就跟书记官理论 说他哪里到底差七了 该名书记官才说 侯宽然检察官把所有在太极门担任广务志工的人都列为共犯 所以都要搜索票 就在整个房子里翻箱倒柜 大事搜索完 搜查员拿出一张证明书 要我先生签名 证明他们搜索后没有拿走任何东西 但是他们搜索过程 我先生并没有全程陪同他们 没有办法证明他们是否有拿走任何东西 搜索人员就解释那是他们的程序 一定要签 否则他们回去没办法交代 我先生坚持不签 于是他们语代威胁地说 如果不签 他们就不走 看谁撑得久 我先生因为碍于邻居一直围观 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签下名字 让他们赶快离开 我先生说 他万万没想到 他连不想签名的自由都没有 真的是一点人权都没有 二十多年前 民风存浮 太极门案发生时 侯宽人检察官不断地透过媒体 散布假消息 说太极门是养小鬼的邪恶宗教团体 导致社会上对我们在太极门令宫的人 都投影一样的眼光 让我们几乎抬不起头来 心里的痛苦真是难以形容 从此以后 我先生就跟公司升迁绝缘 甚至被恶性逼退 让他不得不提早退休 当时左邻右舍 因为曾看到我夫家有大批的警察 与检调人员出现 就先入围主的怀疑 我夫家可能做了什么坏事 我的婆婆因为受不了邻居异样的眼光 所以开始逐步出户 加上电视每日不停地 爽动报道假新闻 加深我婆婆的担忧 担心他唯一可靠的儿子 与媳妇会受到牵连 长期的巨大的身心压力 造成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 这是确确实实 21世纪的白色恐怖啊 台湾坊间有句话是这么说的 有办法的人不用守法 法律是给没办法的人遵守 让我感到绝望的是 我们太极门司徒一直以来 都是奉公守法 且刑事法院三审判决 确定无罪无税 虽然法院房给我们清白 但违法的税灯 依旧持续破坏我们司徒 依法 我们寻求救济 走过25个年头 一副语言都说我们都是对的 但最后得到的竟是 行政执行署为了奖金 仍旧执意违法强行拍卖太极门的修行圣地 我们修行圣地被违法拍卖充公 而财政部却得意洋洋的公布 2021年税收超增四千零三十四亿 创历年新高 喜思之地认为是大丰收 行政执行署也在庆功 说成立二十年 执行绩效已正式突破六千零八十亿 可兴建十座台北一零一 或一百二十七座台北小巨蛋 叫我们情何以堪 不知道这些执行绩效 有多少是像我们一样 是被无辜扣上违法税端后 就被违法强行拍卖财产而来 这些情形 其实看在苦哈哈过日的百姓眼里 都难以置信 疫情已经搞得民不聊生 人民还需要政府发放振兴券来就经济实 国家竟可以超增人民这么多血汗钱 这不是很奇怪吗 2020年欠税欠费强制执行案件 近高达一千四百三十一万件 是否这么多案件里也有冤屈 也是导致超增的原因 我是一个母亲 从亲身经历太极门案的人权迫害 了解这二十五年来政府违法官员对人民各种人权的迫害 其实非常痛心 更担心我的孩子 台湾的下一代未来怎么办 为经历太极门案前 我总以为只要奉公守法 守规矩 政府就会照顾百姓 人民就能好好的生活 但是却发现许多不公不义的事 却是由政府违法官员手中蓄意制造出来的 令我非常压抑也非常失望 然而我们的蔡总统曾说 要追求转型正义 但是事实就像黄帝颖律师说的 台湾转型正义只做一半 真相调查不完全 更完全没有究责嫁害人 搞得我们太极门根本不应存在的 八十一年度违法税单 现在还无法撤销 向侯官人检察官 被监察院调查犯有八大违法 要求法务部从严就责易处 但侯官人一路升官 还当上法务部廉政署副署长 现在又调到法医研究所当所长 狠狠地打脸监察院 更让人民失望透顶 我们希望政府能信守承诺 真正落实转型正义 除了要弥补 受到国家暴力侵害的受害者 一定要严惩加害者 才能真正实践正义 证明政府改革的决心 只有彻底扫除威权时代做法 才能确保我们国家 继续往民主人权前进 我们的孩子与所有的台湾人 才能真正有机会 拥有人权法治的未来 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大家 真心期许政府能正视问题 并解决问题 终结长达25年的人权迫害事件 停止对台湾人民信仰自由的歧视 让人民享有真正的自由与民主 迎向光明美好的未来 今天的论坛先在此告一个段落 谢谢大家 拜拜